然後呢? 讓水凝結 讓水凝結沒有說齁 它用的是凝結的那個點 就是冰點 有些應該是說也是被點啦 但是它事實上是應該講凝結點 每一個空氣在不同的溫度之下會有凝結點 好 現在是大哥呢 不希望在這邊吃東西齁 就不要在客廠那裡吃東西 好不好 現在是 接下來要解釋什麼叫溶解 什麼叫溶解 溶解我們剛剛這麼講的 很簡單的 要有同學說 溶解不過就是 把東西變成 小分子 變成小分子 那變成小分子 溶子和溶劑 什麼叫溶解 怎麼變成小分子 L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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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變成小番子 然後變成小番子 把它加液體裡 把它加液體裡 這樣有沒有看到那邊 我把它關掉 它將融... 什麼叫融解 它將融質給融... 對 將融質給融掉 對 我知道嗎 這都在解釋我的... 我只是說... 怎麼融解 譬如說在這個水裡面 我放入了糖 你知道糖會融解 會不見 我在裡面放入... 沙子 會不會融解 為什麼 因為它的融是固定的 啊 糖的融是固定嗎 因為它是會有融解 那只是混濁 融解是變青色比較融解 混濁的話像牛奶就是懸浮力 它可以混濁在水裡面 因為糖在太陽底下會化掉 糖在太陽底下會化掉 糖在太陽底下會化掉 所以今天這裡有講到一個問題 某些物質可融解 可融解才會融解 不可融解是不可融解的 這是兩種物質 那什麼叫做可融解 為什麼它可融解 會在水裡面變化 跟水裡面的平衡常數有多嗎 平衡常數 什麼叫平衡常數 分子轉換 分子轉換 我們來想看可融解這個事情是什麼 分子 這液體 這裡面是液體 液體是不是很多分子跑來跑去 水分子能跑來跑去嗎 水分子能跑來跑去 水分子能跑來跑去的運動過程當中 它可能撞到一個鹽巴或撞到一個糖 所以這個鹽巴或糖它是個固體 它裡面是不是很多分子 排列很好 我們上次講過了 固體就是排列很好的物質 它們排列很整齊 對它這個固體它不太會動 陳一有擔心嗎 有 它排列很整齊不太會動 所以這時候呢 它是固體 等它掉水分子會撞到 我知道了 你說 它是不是把它的排列給打亂 然後和融積給重新排列組合 重新排列組合 重新排列組合是個想法 但是應該是說 陳志宇 它純子把糖分子撞成粉色 OK 可以說是撞成粉色 因為重新排列好像又變成另外一個物體 它是變成另外一個物體 可是它卻帶有它原來的粉質 像糖跟水融合變成糖水 它會有甜味 所以它是糖的分子 你一直在看 它要重新排列組合嗎 重新排列組合 通常我們講排列組合 只有在變成物體的時候才有排列組合 它重新 譬如我現在是水對不對 我現在給它降溫 這水會變成冰塊 什麼叫變成冰塊 就水分子開始排列組合 當水變成冰塊 排列組合排完畢之後 這是一個冰礦 它是什麼 它是物體 排列組合完它不會再動 它就沒辦法自由移動了 它沒辦法自由移動 它只能在小範圍內做震動 它沒辦法自由 這是叫物體 所以剛才一講 排列組合不太像 至於假如把它打得冷碎了 這比較像 有些分子的有些物體的結構 排列組合成固體 可是它是比較容易被打散掉的 因為它是比較容易被帶走 這個水分子撞到它 因為水分子的成員只有移動了 它撞到這個角 它就把這個角帶走 因為這個水分子 就帶走了一個糖分子 它給抓出來 抓出來了 這糖就去掉一角了 那下一個水分子又撞到 彈出來了 又一個水分子 帶走一個糖分子 慢慢的慢慢的 水分就把糖分子一直帶一直帶一直帶 水 那個糖就溶結了 糖分子就溶到水裡面去了 就溶結了 OK 這叫做溶結 那為什麼沙子沒辦法溶結 它的排列是已經密 它非常緊密 它可能它的組合 組成非常緊密 沙子被水撞到了 它沒辦法撞開 石頭在水裡撞了半天 它會不會 石頭變小 可是它沒有溶結 慢慢變小 慢慢變小 它可能是因為粉碎的關係 從上去一直滾 它跟石頭跟石頭 碰 撞碎了 碰 撞碎了 它並不是因為水把它給溶結掉 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溶結是怎樣 清楚嗎 OK 不清楚 羽龍不清楚 你在講哪裡不清楚 沒有 我還是不太懂 什麼意思 不太懂 溶結 溶結 好 我們再講一遍 每個固體它組成之後呢 它有它緊密跟不緊密 因為它結合的強度 因為鐵是不是結得很強 因為鐵撥開都不容易 所以它可以做刀劍 它可以砍別的東西 所以可以把變成都砍壞 好了 旁的東西它排列整齊之後 它是個固體 它進到水裡面去 它可以被水分子撞到之後 就撞碎了 就剛剛自己講撞碎了 撞碎了 而且這個糖分子會被水分子帶來高酸 這樣簡單來講 嚴格來說啦 如果你們比較清楚的話 水分子是這個結構 是不是叫H2O H2O來講的話 哪一個煙子比較大 要 是不是兩個煙子比較大 在化合的時候呢 誰需要電子 誰需要電子 還是氫需要電子 想清楚一下 氫 氫比較需要電子 氫的煙子區是8 對不對 煙子區是8 1 2 3 4 5 6 7 8 第八個呢 它外圍是有 八個電子 對不對 電子區一八 然後八個字八個電子 如果你現在聽懂的話 因為沒有學過原子結構的話 就先 稍微定一下 裡面是八個字 外圍是八個電子 也就是外圍八個電子 裡面會有分成兩層 第一層是兩個電子而已 不穩定 第二層呢 會是六個電子 六個電子距離穩定 還缺兩個電子 所以它需要兩個電子 所以它把氫的電子 給搶走 或者應該來講 它需要多兩個電子 穩定 那氫呢 外圍所以有一個電子 因為它本身子子是1 它電子是一個 當然有一個電中性嘛 可是它電子被搶走 它也很高興 因為它不穩定 所以它可以搶一個 也可以丟一個 氫可以搶一個 它大部分時間丟一個 不要旁邊 因為它的質子太少了 它已經只有一個摺電 它搶不一定 它搶不一定 所以大部分時間 它把電子丟掉 電子丟掉就太穩定了 電子丟掉之後呢 電子丟掉之後呢 所以氧這邊就多兩個電子 所以它二副 帶兩個副電 先呢 帶正電 帶一個正電 因為它把電子丟走了 好了 這時候 假設我有一個物質 這邊帶正電 這邊帶負電 會不會被它黏走 有沒有可能被它黏走 這個負電就跟它就黏在一起了 這個正電就跟它黏在一起 黏到這邊來 因為它這個 我們要說這帶有極性 因為它帶有正負電的極性 它就容易擺 有另外一個東西有極性 給它帶走 給它分離 它就容易把它吸住 帶走 所以它就可以把它黏走 所以呢 水分子丟到這個糖 它就可以把糖分子給帶走 因為糖 本來講它比較帶有極性 糖比較帶有極性 是字解 他會這樣子 就算它們只是黏在一起 還是算結合 只是暫時黏在一起 沒有算結合 因為暫時存在 對 對 如果它有正正結合 這邊劃出馬力的 它就不是原來的 那是不是就變離子 這才不叫離子 它只是 不是說暫微症 對 但它不是啊 它只把糖給帶走 如果說鹽分的話 鹽分的話算離子 鹽分是解離掉的 鹽分是真的被解離 糖沒有 因為糖的分子結構比較緊密 它沒有辦法被解離 OK 這樣榮姐聽懂了嗎 陳宇 好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是解離跟溶也是相同的東西嗎 解離跟溶也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鹽就要解離跟糖這樣嗎 不太一樣 因為糖它本身出去 它被溶出去 它是一個分子 一個分子 它是散佈在水的溶液裡面 但是鹽分出去 它就變 綠離子跟鈉離子 因為 呃 綠跟鈉來講 雖然說綠離子比較大 鈉離子比較小 鈉 兩個化合的時候呢 是鈉提供了兩個電子給它 所以它是帶兩個負電 欸對不起 提供一個負 提供一個 對對對 它提供電子給它 它帶一個正電 它帶一個負電 所以同樣的 當我這個氧 靠到鈉的時候呢 它可以把鈉拉出去 那因為它兩個原子 比較大小比較相等 所以它比較容易被分開 綠跟鈉比較容易被分開 它分開不需要 拉在很大的量 所以它容易被分開 所以鈉跟鈉很容易 鈉就跟著它走 所以鈉會在它旁邊 黏著 帶正電 鈉呢 會跑到青的旁邊 帶負電 它會黏著 所以也有一個鈉 鈉跟鈉在水裡面 是分開成兩個離子的 因為它本身有正負的關係 它整個被拉開了 OK 所以 濾化鈉是分離的 所以你變成離子化 但是 糖水不會 這樣清楚嗎 是 字傑 這樣會產生了兩個 有可能是一個濾化鈉 然後現在就從濾紙上 然後這樣算是一個化鈉 新木質嗎 是不是新木質是不是 嗯 不算 它還是不算新木質 因為 它只要一離開水 它又回到鹽的成分 所以 新木質的意思就是說 它 它 改變了本質 對 什麼叫新木質 什麼叫改變本質 我們舉個例子 我把木頭 拿去燃燒 燒完之後呢 木頭裡面還有碳跟氫 大部分是碳跟氫 所以燒完之後呢 它變成二氧化碳跟水 可是原來的 原來的 木頭 是木頭啊 你看它是木頭 我在燃燒過的時候 我怎麼提供氧氣 所以我現在木頭跟氧氣 這兩個東西 經過一個燃燒的作用之後 它變成了水跟二氧化碳 水跟二氧化碳 原來的木頭跟氧 一不一樣的東西 不一樣 是完全不一樣 這就是經過化合作用 它產生性物質 可是 鹽水 如果你把水趕走了之後 它很快的 綠燈它又結合在一起 它會變成鹽發 又變成鹽 所以它本質沒有改變 它也還是鹽成分 可是如果我這時候加入新的物質 加入別的東西 它可能把鈉給搶走 變成新的東西 它可能把綠給搶走 變成新的東西 這時候就可能會產生新物質 就換一變化 這不是溶解而已 但在水裡面 因為水本這個結構非常緊密 它不要別的東西了 它不要鈉它也不要綠 它暫時只把綠線帶走 它並不真的需要鈉 它也不真的需要鈉 但是暫時帶走 所以當水跑掉的時候呢 才會把鈉和鈉擺在一起 OK 這樣可以嗎 解 這叫溶解 好 鹽酸的溶解算是溶解啊 我譬如說 把鹽酸 跟那個水擺在一起 叫做 好 我們剛剛講的濾化鈉 NACL 對不對 剛剛這一部分是鹽酸 HCL 這叫做 氫濾酸 好 氫濾酸 放到水會變成什麼 開始解離喔 會變成青 跟綠 然後再加上水 這時候它就被分開了 那因為它被分開之後呢 它這個液體我們叫做鹽酸 因為它股質是太強了 我們就叫鹽酸 它可以有氫濾子產生 單獨 氯化氫的時候 是沒有 是沒辦法產生氫濾子的 它氫濾子沒有辦法產生那麼強 所以它不叫鹽酸 那一定要跟水在一起 好 我現在要給各位看新鮮 好 這是上次的題目 這個陳佑還好嗎 陳佑 你還好嗎 OK 好 這個題目是說 測量的誤差能夠產生 如果見到誤差 然後 這位同學寫說 就是小心 量錯了 才會誤差產生 如果減少誤差 就是小心 可是事實上 我們現在知道誤差 是來自於判斷 每個人主觀判斷不一樣 對不對 記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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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那個誤差不見得是量錯 不見得是不小心 那不小心會造成誤差 但是 我們大部分的誤差 是來自於 所謂的 呃 判斷 我主要的判斷是 就是一把尺 一個刻度 好 我現在如果有個東西 是這個樣子 好 你可以告訴我它是多少嗎 假設這邊是 1 2 3 4 5 5 好 這是0.5 好 這邊是1 誒 我誇錯了 這邊是10 這邊是10.5 這樣是11 好 這個東西有多長 11公分 蛤 11公分 這個東西有11公分嗎 11公分在這裡 有多長 陳韻 這東西有多長 10.7 10.7 好 陳韻說10.7 字節咧 10.6球 10.7 10.7 1 那麼別的答案 鄭宇 10.7 好 這兩個10.7 這陳韻說的 這鄭宇說的 好 這幾個答案 哪個答案正確的 邱宇 哪個答案正確的 10.7 到 10.79 對 對 對 哪個答案正確的 10.7 我認為是 10.7到 10.74 都是正確的 10.71 10.71 好 這兩個都正確 這個說錯了 對 為什麼呢 假設是 他這個答案 我認為這個 詞就這樣刻畫了 就是10 11 東西都沒有了 所以他大概比 好像時間有多一點 10.7 蛤 對 分地值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講這個 假設他10.7 你在講10.70 他剛好在10.70 他的點上 清楚嗎 我不能直接講說 他是10.7 10.7的話 這把詞就沒有刻畫了 好了 詞姐講10.69 或是這個 字語講10.7 都OK 為什麼 詞姐 你會覺得這是量錯嗎 10.69 或10.7 是量錯的關係嗎 應該是 判斷 是判斷喔 不是量錯喔 我們每個人在做量測量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判斷 你的主觀判斷 因為那個東西不好量 所以你要判斷他的結果 這判斷的結果是影響誤差的半分 就是看出誤差 所以他不是量錯的關係 那你怎麼減少他誤差呢 怎麼減少誤差 一個是想辦法再做刻畫 對不對 另外一個方式是 我可以一次同時量 想量 量100個 然後弄100個 然後量到尾 量出總長度都在處理100 這樣有沒有準一點 會不會準一點 因為我的刻畫都是到0.1啊 假設我用 床的照片子 量100個 把它切在一起量100個的時候 我試上去把它入差給降低很多 降低百分之一倍 好提高的精度了 OK 這叫技術 測量的機率就這樣來了 好 那看下一個 這是運動學的部分 我們現在再講 等一下再講 OK 好 我們來回到屋子的這一張 陳佑你拿屋子的這一張 學習單 來 屋子的學習單 來 屋子的學習單 屋子的學習單 來 來 屋子的學習單 來 好 我們今天講到榮姐的心想講 在這邊 鹽都放水中 我們也講完了 水容易是我們屋嘛 因為它 鹽還是鹽 水還是水 好 第十題 第九題 第九題 十克的砂糖融解到九十克的水中 請問到這個榮池 誰是榮池 誰是榮季 誰是榮液 以前已經被騙過了 蛤 以前已經被騙過了 以前被騙過了 OK 所以你知道什麼是榮池 對不對 什麼是榮季 什麼是榮液 榮池是什麼 榮池 是糖 對不對 榮池呢 水 容易 糖水 這沒問題 這簡單 那今天要講重量改變濃度 我們要講說濃度 什麼叫濃度 可以簡單再告訴我 什麼叫濃度 什麼是濃度 什麼是濃度 什麼定義濃度 什麼叫濃度 一個物質在水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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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在某個液體裡面 容器裡面 它佔的數量百分比有多少 對不對 這個濃度高 這個濃度低 你會有什麼感覺 濃度高跟低有什麼感覺 以哪一個 甜度 甜度 顏色 顏色 甜度 都可能 我舉個例好了 我現在有兩個 兩個水 好了 我在裡面放東西進去 讓它溶解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好 哪一個濃度高 第二個 紅色的濃度高嗎 為什麼 我覺得 因為 因為在同樣的體積裡面 你可以說 這裡面 每個小顆粒的東西多 容質比較多 分配的比較多 對不對 或者 我把這麼多的溶質 分配到這個體積裡面去 那另外一邊 是我把這麼多的溶質 分配到這個體積裡面去 所以像這樣 這個濃度高 這個濃度低 是不是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在算濃度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就是 把總重量 當分母 我們的溶質 的重量 當分值 算過的就是乘量百分之百 就是我們的 叫做 叫做 重量百分之百度 清楚嗎 清楚嗎 好 那舉個例好了 我們這個例子是 呃 10克的砂糖 融解到90克的 水裡面去 喜歡看的重量百分之百度多少 10% 10% 1個 妳剛剛說 剛剛還算 剛剛還算 剛還算 還算 這裡就是說 10克的砂糖 融解到50克的水裡面去 然後 這個 糖的重量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多少 15% 注意 誰注意誰 1除以9 1除以9 好,想清楚 字節這樣對嗎?1除以9 我又乘以90 10除以90 10除以90 對嗎? 要乘又這樣對嗎?10除以90 那又乘以90 那不對喔 什麼? 10除以100 要不要講說10除以100 對嗎?哪一個對 10除以100 10除以100 4 是多少 100除以90 100除以90 要先要你剛對了 感覺快過來 對,剛 對 大概哪個是對的 要這樣,你剛是對的 你剛是對的 你剛是對的 好啦 OK,你想想看喔 我們講的是 融值在這裡面所佔的比例 所以融值融成融毅之後 在裡面所佔的比例有多少 我們是把融值當分子 把這整個體積 把這整個重量當分母 90加10 OK 應該是什麼 90加10分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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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子很清楚嗎 但是還在成長百分之半 嗯 所以我們要得到的東西 這邊是0.1 這樣子很清楚嗎 對 可以 你把這個椅子拿到外面 我當我握 不要處理了 你把這個椅子拿到外面 帶丟去 從外面拿到椅子 進來 外面椅子就好 你 這沒有修好 這只是放好而已 去外面拿一張椅子 進來 OK 辛苦嗎 融子被分配到融液裡面去了 所謂的分配就是分配就是不出法 我上次講過了嗎 我現在有十塊錢 要分給我們現在在座的每個人 二 四 六 七個人 十元要分給七個人 每人可以拿多少錢 怎麼賺 十處理七 每個人拿七分是十元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我現在這麼多融子 要分配到這麼多的融液裡面去 怎麼賺 我要知道它的比例 是融子去除融液 這樣有清楚嗎 所以假設你說 有個濃度 某液體的濃度 糖水 某糖水的濃度 唷 1百1十百 喔 這樣寫對不對 這樣寫哪裡有問題 超揮板 超灰白 也不叫過寶寶就超灰白 超灰白不可能 我們的坤五字龍脊 龍一是龍脂加龍脊 上面是龍脂 如果把它寫出來的話 龍脂 龍脂除上龍脂加龍脊 再換個數學代號的話 你應該有學過類似這樣 A加B分之A 假設AB都會大於零 這個分數會不會大於一 可不可能大一 數學這樣子可不可能大一 不可能 AB都大於零的情況之下 這不可能大一 不可能大一 對不對 清楚嗎 清楚就清楚 不清楚就不清楚啊 什麼意思 是懂非懂 是有聽懂嗎 OK 有聽懂 好 同樣的這是用體積來算 用重量來算 那有沒有可能用體積來算 要體積百分懂度嗎 體積百分懂度就比較類似 我現在不是這麼看不出來這個固定 是這個液體 那體積百分懂度當然也有它的缺陷 就是有時候我們液體的特別喔 我譬如說把10毫升的甲醇 溶到90毫升的水 溶到90毫升的水 可以吧 可以吧 體積會變多少 體積會變多少 體積體積上變100 對嗎 事實上不會喔 會大一點或小一點的固定 大部分小一點 可以變9 我看不到喔 好 10毫升的甲醇 溶到90毫升的水裡面 通常會變成100毫升 你不是說它佔的總容量嗎 對 佔的總容量 佔的總容量就是 10-90 然後再出於 為什麼 你要10-90 就是 就是甲醇減掉 就是10毫升的甲醇 減掉90毫升的水 然後再乘 來採用100毫升 在外面複數 這什麼東西 你要說什麼 我告訴我 我告訴你 那我想一下 你想一下 所以不是講 純粽不熱的時候 它會悔化掉 所以它不會 不是不是 假設沒有悔化的情況之下 它體積不一樣 是因為 那個分子跟分子間 會卡到縫隙裡面 卡到縫隙之後 卡到分子跟分子間 縫隙之後 它體積稍會降低 它不會為體積呢 可是重量為什麼會變輕 重量沒有變輕啊 重量是不會改變的 它的質量是不會改變的 但是體積有可能會改變的 我給你舉個例子 我現在拿了 一杯的大鋼珠 我再拿了一杯小鋼珠 兩杯鋼珠倒在一起之後呢 那總體積會是兩杯的量 對 對 會小還是會變大 一樣 所以會變兩杯鋼珠 你說把這一杯倒在一起 對 把這一杯倒在一起 兩杯的體積嗎 兩杯的體積嗎 會是兩杯的體積嗎 會掉到縫裏 小的會掉到縫裏面去 所以大概只剩下再一點點 會變一杯半 會一杯再多一點 懂嗎 懂嗎 小的那個體積 小的小的分子 會卡到大分子中間去了 所以整個體積 不會變成1加1等2 不會這樣子喔 所以通常目前來講 在課題上 他已經不講 體積濃度了 體積濃度真的難算 但是如果真的要算的話 我們會假設 會假設它是百分子 會假設它兩相加的體積 並不會改變 就是A體積加B體積 加起來混在一起之後 整個A加B的體積 通常是這樣 但是事實上是不會存在喔 只有 蛤 什麼跟你剛剛一樣 剛剛講的 但不會存在啊 沒有這種 不會有這種事情存在的 除非它不會溶解 既然不會溶解 就不能講說這是容易啊 我們譬如把油跟水放在一起 我可以說 這油的百分濃度多少 當然不能啊 不行嘛 油根本就不會溶解 這不會是一個東西啊 對不對 油根本就不會被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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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仙女吃掉 好OK 那我們接下來要解釋一下 什麼叫差勢啊 我們剛剛解釋過 解釋過這個所謂叫龍姐 現在解釋差勢 什麼叫差勢 我現在要插東西 我在插 解釋一下差勢的現象好不好 解釋一下 就是把物質抹下去 把物質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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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在做差勢 我在做個事情 當我把這個粉筆寫在上面的時候 好 請問啊 這是一個粉筆嗎 是粉筆的物質 跟黑板卡在一起 這應該不算粉筆 附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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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叫粉筆 我把砂子跟鐵 混在一起 這叫粉筆 是 不是 我把砂子跟鐵 鐵粉混在一起 這叫粉筆 這是粉筆 這是粉筆吧 這是粉筆 我把粉筆灰 跟黑板 放在一起 這是粉筆 不是啦 為什麼不是粉筆 所以這一塊是不是我能武 它可以插掉 鐵跟砂不能分離嗎 可以啊 所以插掉是一種分離 是不是 所以當我拿反插 把這個分離給插掉的時候 我是把它分離出來 是 是不是 我用的是什麼能力去把它分離 用能力出垃圾 反插 反插能力 我有什麼能力啊 你用反插 將粉筆灰 你用反插 將粉筆灰 給吸 讓粉筆灰 附著於反插上面 OK 陳昱強 有點 蠻接近的 我用反插 把這個 粉筆灰 給 吸住 然後刮除掉 雖然它沒有完全吸住 我去拿去拍一拍 就跑掉了 對不對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是因為靠著 本筆灰 跟它的吸部能力來決定 我推分離 所以 假如板插 和本筆灰的 附著的長度 低於 黑板和本筆灰的長度 低於 那它就沒有用了 OK 可以怎麼看 這邊不知道誰 換了個星星 我拿板插 擦拭不掉 為什麼 它已經太久了 所以它就不掉 一個是太久 所以發生什麼事情了 附著 它的復活力比較強 是不是 這邊的 這邊的這個星星 它跟黑板的復活力比較強 強到我沒辦法 拿另外一個東西把它擦掉 是不是 我就沒辦法把它分離 對不對 你看像黑板 那你們 桌子上 有很多人寫些 有的沒有的 我用蘑菇 你們吃了 擦也擦不掉 那我該怎麼辦 還是用刻的 是用刻的 我是用刻的 假的不是用刻的 我是用刻的 我是用刻的 鹽酸 鹽酸 OK 有人說用鹽酸 它用別的東西 強剪 強剪 它用別的東西 用那個 生化水 生化水 生化水也許可以 好 用火 回來 不管你是用鹽酸 強剪 或者是生化水 或者是可樂 假設有一個 用的東西把它擦掉 確實它可以擦掉 請問我是用什麼功能 用什麼能力把它擦掉 特別 什麼擦能力 分離的能力 分離的能力 分解 分解 然後呢 分解 分解 然後 所以 剛 那個 冠軍講得很好 我們要在這個表面上 畫了某個東西 這東西呢 跟它已經黏住了 這黏住可能是物理吸附 只是卡住而已 像剛我在黑板上畫的東西 叫物理吸附 它是卡住而已 可是經過一段時間呢 這物理吸附變成化學變化 它黏得比較緊 就像這個地方 它可能 一個是物理吸附更強 因為它卡進去更深了 另外就是它跟它表面 起了一些 某一些化學變化 大部分都是物理變化 但是染色可能換裡面的話 染色可能是換裡面 那我這時候呢 我在上面 灑上一些 可能 有的沒有的 不管是什麼 填酸啊 強減啊 或者是 有機溶力 假設用的是強生強減 或者是生化水 剛剛 冠軍講那個 我可以把它分解 所以已經灑上去了 結果它跟它反應 所以它會有分解 分解過程當中 又有兩種情 一個是物理變化 一個是化理變化 一個是物理變化 再下一個 等我往這邊講 怎麼樣 可以嗎 可以 這可能是物理變化 化理變化 假設物理變化 那就是融解 這個東西融到這個液體裡面去 然後被有帶走 好 另外就是化理變化 我這個液體把它給破壞掉了 破壞掉 破壞掉 可是如果是化學變化 化通的危險 你可能這個表面會被破壞掉 你這個表面會被破壞掉 所以通常像有些 黑板或什麼 他不建議用強生強減 因為有點破壞掉 OK 清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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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較中性的清潔劑是OK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還有擴散 好容易 容易肚子都還沒講 下禮拜我們講這些 好 這三個 沒問題 沒有 等一下 還沒問題 等一下是 牛頓運動經濟 等一下是 好 等一下 看牛頓運動經濟 好 誰要怎麼了 誰要你啊 好 我差 是個小朋友 什麼 差勢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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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是用物理 對嗎 OK 好 先用下一個囉 他看得到你 他看到我 好 爸 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說我的問題 我想 還不安心啊 我有個想法 可是我不知道 好 好 好